我经常能看到一些喜欢骑行的朋友 来这吃全猪 他们的照片里 满满的都是猪头肉 今天我也要来试一下 前方 我们即将到达这个偏僻的小镇 他们说我今天戴着这个帽子 很像宋丹丹老师 全猪店 这个怎么卖 什么 这个 这是全猪是吧 全猪三十一份 哪一份全猪 你这几个菜 要两个 一荤 一个全猪 一个素菜就行 但是这么一大盆里面有什么 这个猪头肉 有一个摇额 在里面猪脂 魚脂 聚芯 脆脧 红烫 肥烫 这些东方 好 来这吃全猪有很多的选择 可以选择吃原味的 就像卤的猪头肉一样 但是会放一些羊葱和青椒 解腻嘛 来这儿我成为了一种新的吃法 就是加入青椒和大蒜进行爆炒 真的是香上加香 能够把香味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 来这吃饭我总感觉 老板怕我吃不饱你知道吗 这一盘子酸辣白菜4块钱 因为放了醋的原因 所以烧带一些酸味 但是很美味 原味全猪 吃的就是一个香味 但是不会觉得很油腻 毕竟已经去掉了一些油分 大叔这个店开多久了 15年了 15年了 我看很多骑行的人都将来这边吃饭 这方圆有50公斤的豆沙的盆 谢谢 一天能凉盆 中午一盆 旺盆一盆 一盆没有灵 一杯多久 谢谢 拉来 这边 来 我都要煮一杯 我都要煮一碗 这边 我都要煮一碗 我都要煮一碗 都要煮一碗 肉 这边 我都要煮一碗 你 我就要煮一碗